看看霍爾木之海峽 陳寶聰 你知道這個海峽的重要性 是來自於 它是波斯灣通向印度洋 通往阿拉伯海的一個很窄的烟喉 而且是唯一 烟喉有一個喉屈 那個島曾經叫做過霍爾木之島 為什麼現在重要呢 就是石油 大產油國 大家都知道沙達阿拉伯 科威特 伊拉克 伊朗 哇 百分之幾多全球的郵輪 都要經過這個合宅的海峽 九十 如果是兩伊戰爭的時候 大家說郵輪戰的時候 一炸大家就沒得玩 所以這裡從古代開始 是不是那裡真的這麼重要呢 是絲綢之路 海上的 我們名史有記載過 原來鄭和去過幾次 是 發音就要穩陣一點 叫什麼 叫做弗里武子 弗里武子 是一個賭閣來的 這個名字其實跟中國也有點淵源 為什麼呢 你有沒有看過金融小說 是 有什麼波斯 什麼教 是 張茂記那個 做教主的 中國分壇 名教 總壇在那裡 總壇波斯灣 就是古波斯 即是現在的伊朗 也就是拜火教 而這個弗里武子 或者現在的霍燕木子 就是這個教裡面的 一個光明之神 所以這個島其實是一個光明之神的島 這樣來的 其實不是好像波斯灣 很偏遠的一個小島 廟無人煙 不偏遠 就是中國為例 煙後要島 其實中國 但是從我們都有一段淵源 歷史也有記載 對 歷史也有記載 那樣耗油超級大國 是啊 大量的石油 要通過這個霍燕木子海峽 在這裡 現代是打過很多仗的 剛才說過 兩伊戰爭那時候 以 即是 燒全世界的油作為威脅 在那裡就閘油輪戰 你又炸 我又炸 有時炸錯了 就要被人報復 美軍曾經在那裡 都報復過 它是炸回伊朗的油井 即是大家雷鬥雷 現在伊朗聽說 它就 不知道在那裡 買了大批 這個艦對岸的導彈 揚言 如果以色列 或者是哪個西方國家 敢動它的話 樓下就是安曼尼 它就封鎖這個海峽 說大家雷鬥雷 大家沒有油燒 所以 這個護航艦隊 你說索馬利那些 會不會在這個緊張的時候 然後呢 又開到霍爾木之海峽 來維護這條海上油路呢 還有最重要的 這個格札姆島 是屬於伊朗的領土 不是安曼的 所以它在上高 好像有大小的 是呀 龜屬又不同的 是呀 格札姆是伊朗的 哦 所以南邊的安曼呢 就真的有得震 沒有得分的 如果又出事的話 所以這個海峽呢 有幾條航道 主航道 次航道 其實在八九十年代 打仗打得厲害的時候呢 那些郵輪是被迫 走去次航道 就是避過那些炮火 大塞船 大塞船 不是 千萬不要說塞船 因為沉了一艘船 在那裡的航道 有排鎬 有污染都在其次 所以這個要塞呢 要塞中的要塞 雖然今天是沒有強大的駐軍在那裡 但是各大國呢 都虎視眈眈 是會留意到這個軍事要塞的將來 是怎樣發展 就是伊朗是作為一張王牌 如果有朝一日我就封它 那大家沒得玩 那當然就是伊朗 它又有它的這個軟勒 是吧 人家如果真的跟你打的話 不會在霍爾木之海峽打的 所以美國現在呢 就做一種叫做 叫做什麼 淺水火力艦 是 或者叫做奔海火力艦 就專門在這個近岸 因為它有強大的火力 美國又有空中優勢 所以對付伊朗這些叫做船海戰術 它不是有很多的快艇的 有時甚至它是拿民用的快艇 你也不知道它是什麼事 但是它走到你 或者它是自殺式的 爆炸 一架這樣的超級的驅逐艦 有了神盾雷達 神盾雷達是玩軍艦的 人家那些快艇追到你 野門也… 野門也覺得 恐怖襲擊 沒錯 所以霍爾木之海峽 這些是屬於國際的煙頭 國際的軟勒 特別容易受襲擊的 對飲料 有時的